你跟爸谈的咋样呢 通过我这个造型还分析不出结果吗 跟我爸谈的还行 被公鸡不干了 康康就把我倒出来了 哎呀你赶紧解决呀 你这一天那街幕邻居竟给我打电话了 说咱家半夜鸡叫都管你爸叫周八皮 起带头作用 被许大一月亲 怎么的 我把我爸给灭了啊 哎呦我把那鸡灭了 你拉倒吧我把鸡灭了 我爸非把我灭了不可 你说咱爸以前也不这样 现在这脾气咋这样呢 是一开始也不这样 自打我妈走了以后 我爸这脾气就越来越怪 我分析他为啥养鸡呀 他是因为太孤独了 你看我呀工作又忙 我又不能经常回老家看他 所以我没办法我才把他接过来 我怕他出事 哎呀你说老人寂寞咱能理解 你说养个猫养个狗都行 干嘛非养只鸡呢 我分析啊 我爸是想念我妈了 因为我妈是属鸡的 哎呀不对呀 要想你妈应该养只母鸡呀 她咋养只公鸡呢 那就是想我爷爷了 你爷输鸡的啊 我爷爷不输鸡 我爷年轻的时候养鸡 不过他养的不是这种鸡 他养的是痘鸡 你没见过痘鸡吧 没有 这样的 我跟你说啊 你就知足吧 我爸幸亏养只公鸡 这要是养只痘鸡 刚才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你我的妈 这可咋整啊 那自从你爸和这鸡 到咱家来以后 咱爸咱妈被炒的都出去住了 再这么下去 咱家就全搬出去了 家里就剩你爸和那只鸡了 小点是 哎还有呢 这个张警官啊 到咱家来两次了 你爸每次见着人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跟你说呀 我就担心这事儿呢 我爸现在跟那张警官 俩人是杠上的 我爸说了 要准备写材料 要告人家张警官 哎呦那怎么行 张警官多好一人呢 咱不能让好人受委屈了 这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 喂 哎哎张警官啊 您一会儿来我们家呀 我知道 有很多人向您反映这个情况 你这样张警官 这个事儿挺难办的 但是您相信我 我一定把它处理好 啊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好吧 哎哎哎 哎呀 哎呀 我回来了 哎 做什么反 哇 啊赵刚子 一会儿不见 怎么变鸡毛胆子了你 哈哈哈哈 看他那个熊样 他就像是一只 斗败了的公鸡 哈哈被鸡打败了吧 啊哈哈 哎呀堂堂的物业经理赵刚子 知法犯法 你违反规章制度 你啊 被一只鸡打败了 啊 一世英明 你毁于一鸡 哈哈 你们是不是啊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吧 这公鸡在这儿你就不烦吗 我不烦 我高兴得很呢 哈哈哈哈 大姐啊 昨天晚上我跟二米粒正睡觉睡得正香呢 二米粒把我推醒了 告诉你 全身风 这只鸡都烦死我了 你赶紧想办法 有鸡没我 有我没鸡 我后来仔细颠量了一下 我选择了鸡 哈哈哈哈 二米粒气跑了 我太自由了 我重获新生啊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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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大姐 处理一只鸡 对于我全身风来说 嘿 易如反掌 就是 这 哎呀 嘿 顺芳 啊 这事你能解决 哎呦 我能解决我也不能帮你 因为那是你的父亲 我的长辈儿 我不好意思 顺芳 哎呀 大姐夫求你 你帮我解决行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 大姐夫求你 大姐夫也有求我的时候 都没得我自己说到说到 师父啊 啊 这么着 咱俩交换个条件吧 我要解决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了这个事儿 以后你随便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我想坑你 我坑你一年 成交 你把这个杀进去了 大姐夫 哎 还得问你两个问题 你说 第一个问题 咱们家里 谁是颜值担当 你 第二 你是怎么当上的这个物业副经理啊你 我是踏着你的 跟街坊邻居们说 街坊邻居们 我怎么当上这个物业副经理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 踩着你的肩膀 薅着你的头发 当上副经理的 行了 我帮你 你这么着你听我的啊 这么缺德的事儿 我可办不成 你别干了 缺德的事儿我可干 好 哎 这怎么是缺德的事儿呢 不是 你这回不是办缺德的事儿 你是办了一个好事儿 我帮你啊 叫他了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吃 爸您不吃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 不吃啊 爸 人呢 就你们仨啊 就你们仨啊 原来满屋的是人 怎么自打我来了 只见鸡不见人哪 爸您就知足了 过两天就剩您和鸡了 哎呦 后人大叔啊 你可是太帅了 刚才你在屋里忙什么呢 写材料 我告诉张警官 哦 写完了吗 写着写着我想起一件事儿 哦 什么事儿啊 大事儿 什么大事儿 不会写字儿 爸 您不会写字儿 您写什么呀 您告诉你张警官干什么呀 写 怎么不写啊 必须写 哦 哎大叔怎么惹着这个张警官了 不就是养了一只鸡吗 啊 这只鸡怎么了 不就是白天打个名晚上刀个人到处拉个屎吗 不2017年是今年这是吉祥物 你张警官凭什么这么对待吉祥物啊 千川芳 真是 好孩子 嗯 虽然小曲反映你这个人有点歪 嗯 我觉得你很正啊 会写字儿吗 我会写字儿啊 替大爷写 我写 嗯 来来来来 大爷你说 起来起来 我给你兄弟让个动 第一 他执行公务我没意见 但他态度不好 对 态度不好 爸人家怎么态度不好了 我这么大岁数他进门 应不应该喊我一声 大爷 应该 他没喊 那他喊的什么呀 他喊我老爷子 喊老爷子不对呀 不对 当然不对了 老爷子是谁啊 老爷子是老爷的儿子 你应该叫舅舅 无亲不叫舅 好家伙叫舅舅 那就是骂人 大叔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嗯嗯 小张警官 一进门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 大喝一声 小舅子 哎 我没看错你 你小子是真聪明 他可比你们俩都坏啊 那倒是 继续学 哎我哪 哎哎哎 第二 第二 他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哦 他进屋不换拖鞋 哎呦爸 那你看咱家一地鸡尾巴 换啥拖鞋 你带什么 你没给人背拖鞋呀 咱们没给他背 他自己不会背啊 城里人生活我知道 买房卖房走亲房友 那人的屋都得换拖鞋 有的人还自己带鞋套 哎 一个警察到人民群众家里去 人民群众没给他背拖鞋 他自己不会背一双啊 我们还没给他背手枪呢 没背手铐 没背对讲机 他来的时候怎么都带着呀 他说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 啊 这个小张警官 一进门 左手拿手枪 右手拿手铐 大喝一声 小救贼 把你的鸡尾巴捶 钱顺芬 咱哥俩是真对铁子 哎 你可猜 哎 大叔 你刚才说什么 咱什么俩 哥俩 别光听见啊 我们是哥俩 你你你你你叫我点什么俩 叫 叔 快写吧 大哥 大哥写什么 大哥 你还真来了 第三 他喝酒了 哦 警察公务不许喝酒 不 爸 人小张从来不喝酒 他那天来就喝酒了 要不然他往前一走跟我说话 呛得我这鸡直铺了膀子 怎么可能呢 好 我知道了 那天小张来我给他倒了杯水 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酒心巧克力 你猜 那就是喝酒了 酒心巧克力有酒他不知道啊 大叔 来来来来来 哎呦这个事可就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信应该这么写 警察小张在办案的时候 酒后驾车 酒后开门酒后打老头 这么写他死定了 这太狠了 不狠了 这样才过瘾呢 这样这封信要是他领导看见了 把他开除出警察队伍 先把你从这家开除出去 不是我这不是替你解气呢 解气也不能这么写啊 我是想出气 但是我不能砸人扮碗子呀 这么大岁数不能干得缺德的事 哎 幸福写了 我也不冒了 爸您这么做才对啊 爸那咱这大公鸡 鸡可不能处理 没我的伴 哎你这家里有人吗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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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来请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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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爷子啊 听见没有 要找我老爷子吧 你干嘛来啊 我找我竹鸡啊 不是 谁请你了你就来 老爷子老爷子 我找你来一下 我找钢子说 我找钢子 钢子哥 我回去想了 这老爷子为什么养鸡啊 就是因为大婶走了 大叔他寂寞啊 对 这事我都跟我妈说了 我妈说了 老伴老伴 人到老了得有个伴啊 我妈有个闺蜜 哎 这个各方面条件都挺好 人长得还年轻 我不知道 给大叔介绍一下 你们当儿女的同意我 我同意啊 我没意见 哎呦我看看 这照片 我看我看 哎呦不错不错 哎呦这阿姨长得太好了 哎呦这阿姨长得太好了 这么大那是什么样子 可以 尾巴才那是什么样子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他说挺合适的 好好好 哎你坐着你坐着 你坐着 到处到处 爸 啊 爸 嘿 嘿 那个您看 自打我妈走了以后 啊 我知道您 心里边不舒服 一个人寂寞 所以您才养了这只大公鸡 您看我工作忙啊 我又不能经常回去看您 爸 那个 您 想没想过再找一个 咱找一只鸡啊 找只母鸡也行啊 给它赔成多少 不是不是 找什么母鸡啊 爸 我想让您找个伴 我想找啊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啊 爸爸 您晚年幸福了 我当儿子也跟着高兴啊 可这我这颜值 可找着合适的 一般人配不上我呀 哎 哎 哎 大叔啊您有这想法 你早说呀 你看这个结局怎么样 你看看 他这大妹子不错 哎 又年轻又漂亮 啊 那人能看得上我吗 哎 爸 您得自信的 您别忘了 您这么多年来 不是一直靠颜值吃饭吗 对 大叔啊 我才那颜值没问题啊 我把您的情况跟人说了 人女方非常满意啊 是啊 但是 口话可说前头啊 女方也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爱干净 爱干净 爱干净就能算缺点吗 哪个女人不爱干净啊 哎呀 爸 我看他跟您在一起不合适了 怎么呢 您看 您天天养个大公鸡 这满屋的鸡毛 对吧 到处都是鸡屎 人家能跟您在一起做吗 对喽 大叔啊 你看啊 这边是您的这只鸡 嗯 那边是您未来的老伴 您得好好地选择一下喽 鸡 老伴 啊 老伴 鸡 老伴 哎哎哎哎哎 哎 喂 哎 王阿姨啊 您到小区门口了 好好好 我这就接您去啊 你看 我给您介绍的王阿姨 到小区门口了 我去接去啊 哎哎哎 你不能去啊 你去不合适啊 按你们警察的话说 这得当事人去啊 那您去您去 儿子 哎 媳妇 到小区门口 跟我接您后巴去 走走走 哎哎大哥大哥大哥 还有我呢 哎 你这人太坏 哎 就你不能去 你去准坏事 不是 收拾那只鸡 哎哎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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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